Panadol真的救了我一命 如何感染上病毒的呢? 其實我也還真的不確定耶 因為畢竟我的身份是導演啊 常常需要拍攝啊 去見很多的人啊 所以很難斷定是從哪一個地方感染的 那我是在2月28號的時候 開始泄肚子 然後晚上的時候就開始喉嚨有點痛 到了3月1號早上凌晨4點鐘的左右 OK我就覺得身體發冷很不舒服 但是呢我還是繼續睡 然後到了早上8點多起來的時候 我就真的真的非常不舒服 就是身體又很冷而且頭昏腦脹 那個時候呢我的朋友呢 就推薦我去做這個PCR 其實在做PCR之前呢 我已經做了兩次的self test 都是只有一條線 也就是negative 但是呢我在網絡上已經看過很多那種self test 測不到 但是做PCR才驗到病毒的這些案例 所以我決定還是買個安心 就去了附近的診所 大概2km附近的這個診所呢 去做了這個PCR 那第一天呢是很煎熬的 因為第一天其實就已經冰的蠻嚴重了 但是這個PCR呢 要在24小時後才可以拿到 所以我到了第二天 大概早上9點的時候 我才收到我的 在這個whatset呢 收到這個PCR的檢測報告 然後呢那個醫療人員就跟我說 很不幸的 你中了COVID-19 對很不幸的 那在這個報告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一個東西叫CT值 那CT值如果這個數字太低的話 你不要太開心喔 因為它是相反的 那CT值太低的話呢 就代表你的這個病毒量比較多 然後傳染的這個機率也比較高 那當時候我是在22左右的報告 其實這個算是偏高了一點點 因為呢 根據這個官方的說法呢 30以上的話呢 就是屬於相對安全的 那我是在22 所以已經算是有點嚴重了的 但是呢我沒有感到特別的絕望啦 因為我已經做好心理準備了的 只是說我 當時候就真的很不舒服 就是 發燒的很厲害 然後 又怕冷 又發燒 然後頭昏腦脹非常嚴重 在這裡呢 我就要特別提一提我的救星 就是Panadol Panadol呢 其實是它的牌子的名字 那它的藥名呢 其實是Parasetmo 我不確定有沒有念對喔 但是它的中文名呢 是直接翻譯過來的 叫做Purasiton OK Parasitmo Purasiton OK 有點像 有沒有 OK 所以它的名字是這樣子由來的 那提到Panadol呢 相信很多人都有聽過這個謠言 喔 就是說這個吃了Panadol夠呢 那個藥物會存在我們的身體五年 其實這個真的是無稽之談 如果真的是那麼危險的話 你覺得普通的這個 超市啊 雜貨店 有可能可以售賣到這個Panadol嗎 Panadol呢 不僅僅是這個世界最廣泛應用的藥 也是相對安全的家庭用藥 已經有很多的專家呢 推薦大家呢 吃這個Panadol來減緩 Covid帶來的病痛的 那Covid呢 其實帶來的病痛 最主要留兩個嘛 第一個呢 就是發燒 第二個就是頭痛 那這兩個呢 都是Panadol的強項 注意的是Panadol呢 本身是沒有辦法殺死這個Covid的病毒的 它是減緩這個病毒給我們帶來的這些症狀 就是頭暈還有發燒 所以呢 可以讓你的身體以更好的狀態呢 來應付病毒 我很幸運呢 我有購買了很多的Panadol來做儲備 所以呢 我在隔離期間呢 也有足夠的藥吃 我在第一天的時候呢 病得很厲害 所以我吃了8顆 然後呢 第二天的時候呢 還是蠻嚴重的 所以我吃了6顆 到了第三天的時候已經減少到3顆 然後到現在呢 每一天呢 最多就是吃2顆而已 當然呢 你每次服用的時候呢 要間隔6個小時 而且每次呢 最多只能吃2顆 那 我吃8顆呢 其實是符合這個安全標準的 因為根據這個Panadol的官方的說法呢 一天呢 是可以吃 成人是可以吃4000mg的 OK 也就是像等於8顆的這個份量 Panadol呢 對我來說真的真的是神藥喔 因為它的這個效果太明顯了 每次呢 當我就是發燒啊 不舒服啊 頭很腦脹啊 吃了Panadol 大約大概半小時過 你就可以開始慢慢的好轉 開始流汗啊 身體開始變得熱一點啊 然後呢 頭也不會那麼的痛 所以呢 我真的很推薦大家呢 就是 要未雨重矛 可以去藥材店啊 超市啊 去購買一些Panadol 來做這個儲備的 以備不時之需 像我自己本身呢 就是一個單身者 單身狗 OK 所以呢 我是一個人住在公寓的 然後住在公寓的時候呢 我是 連下公寓去拿快遞都不方便的 所以呢 很幸好 就是我有做這個儲備 所以呢 以至於呢 我在這個隔離期間呢 還是有足夠的要吃 好的 今天的影片分享呢 就到這裡結束 希望我的小小分享呢 可以幫助到大家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這個影片的話 就記得幫我按讚訂閱還有分享 當然呢 還是要多多祝福喔 就是能夠早點 康復 那麼就可以拍更多好看的影片啊 給大家看 好 我是馬西亞男孩 張彬彬 我們下個影片見 拜拜 咳咳咳